今天有个采访比较复杂 直到现在我都没来得及更新今天的视频 那马上下班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帖吧 说说那些从古至今会说不会写的几个字 您看这几个字您认识吗 这个字念聊 哎妈妈我的衣服破了 给我聊几针 帮我缝缝好的意思 绍 外面下雨了 台风来了 这雨水都绍进屋里了 快 哎呦身上好痒 快快痒痒 快痒痒 还有这个汤 馒头凉了 把馒头汤汤当早饭吃 汤馒头 炸 我的一炸长20厘米 你的一炸长多少 这个字啊念暗 快把伤口上暗些消炎药 别发炎了 哎捏 我经常就有这个状态 眼角一搭了就像没睡醒一样 这孩子咋有点捏了呢 肾 那个地方太瘆人了 哎呀那个恐怖片太瘆人了 看完我都睡不着觉 吼 这太太闲了 吼嗓子 这汤太甜了 吼嗓子 这个吼字 还有这个字 顿 把绳子给顿直了 就是把绳子给拉直了 揣 拿揣子 揣一揣 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厕所里那个马桶 揣子 皮揣子 瓦 瓦一勺子 瓦一勺子水 瓦一勺子米 瓦一勺子糖 瓦一勺子盐 我还记得多年前跟同学聊起东北方言的时候 我的同学说 有一个人一说话 就说了一个字 他就知道他是东北人 他说 把这个纸给我拈开 那大家知道这个揣子怎么写吗 南方的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个揣子是啥意思不 这样的民间会说不会写的字 您还知道有啥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跟我留言互动 我还记得多年前跟同学说